据路透社报道 近日 南非外交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从去年收到邀请之后 沙特 伊朗 埃及 阿联酋和埃塞俄比亚这五国 已经确认加入金砖国家机制 而在今年俄罗斯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之后 已经有34个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金砖组织 在当天的采访中 潘多尔还提及了有关金砖国家组织的两个比较重要的信息 首先是 他说金砖国家的外长们正在制定一个金砖国家伙伴模式的计划 已容纳17个还没有被接纳成为正式成员的国家 这个信息中有两个要点值得关注 第一是 当前全球范围内依然有很多国家想要加入金砖国家而不可得 这充分地体现出了金砖组织在全球地缘政治舞台 以及经济系统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和青睐的趋势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来说 金砖国家组织的发展壮大 当然是有助于构建一个新型的 巷嵌发达国家倾斜的全球治理体系 尤其是在阿根廷本身已经得到加入金砖国家组织许可 但却在新政府上台之后 选择不加入金砖国家组织这一事实之上 还有这么多的国家想要加入金砖组织 就充分说明了什么是历史大事 说白了 美西方国家其实是想要利用阿根廷新政府决定 不加入金砖国家组织这件事来攻击金砖组织 并且借此削弱金砖组织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 然而 现在有这么多国家迫切地想要加入而不可得 无疑从侧面证明了阿根廷新政府选择不加入金砖国家组织 是他们自己的错误 换句话说 金砖国家组织受到全球更多欢迎和重视的趋势 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其次是金砖国家伙伴模式的提出 实际上表明 在西纳正式成员国之外 金砖正在利用各种方式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寻求更多的国际合作 这种背景之下 以金砖国家伙伴模式容纳更多的成员国 一方面能够让那些想要加入金砖组织获得合作机会的国家 尽快得到许可证 另一方面 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金砖国家组织在扩原过程之中 审批流程逐渐成熟了 以后像阿根廷这样 已经提交申请 并且获得同意 最终却不会加入的情况 会随着金砖国家伙伴模式的出现而减少甚至是杜绝 除此之外 潘多尔在此次采访之中还谈及到一个重点 他说 金砖组织正在设计一个框架 以允许成员国在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 这实际上是一个对全球经济系统影响非常重大的议题 因为按照金砖国家经济体量来看 当前 中国 俄罗斯 印度 巴西和南非 这五个创始成员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世界的31.5%左右 而美国领导的七国集团占世界经济总量却只有30.7% 换句话说 金砖国家的贸易额和经济潜力已经超越G7国家了 这种背景之下 一旦金砖国家在内部的贸易之中 大规模地推行本币结算 势必将进一步削弱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世界货币地位 建立一个不偏袒发达国家的 更公平的支付体系 正如同南非外长潘多尔强调的那样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当前以美元为主的国际支付体系是不公平且代价高昂的 这种高昂代价 突出的体现在美国利用加息和降息的周期 对全球进行反复收割的黑历史 以及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美国利用美元这种本应该属于公共产品的世界货币 对俄罗斯进行的极限金融制裁 而现在金砖国家扩原 尤其是沙特这个中东产油国加入到金砖组织之后 那么国际贸易之中最重要的大宗消费品贸易 使用什么样的货币进行结算 就有了更多选择权 如果金砖国家内部能够建立一个使用本币进行结算的框架 同时又把沙特跟中国 俄罗斯跟中国 乃至金砖组织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囊括在本币结算体系之内 那对于全球经济也将产生巨大影响 此次南非外长潘多尔接受媒体采访时 关于金砖国家组织的相关评论 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过去一年 南非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之后 为金砖组织的发展做出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通过他的表态就可以看出 尽管世界变得越来越动荡了 但是金砖国家组织发展壮大的趋势 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种发展壮大不仅仅是成员国数量的增加 更是金砖国家之间合作关系的加深 比如推动本币结算的框架建立 就是金砖成员国合作加深的突出表现 欧盟办个论坛 中国意外没收到邀请函 就连美英两国也被排挤在外 据《环球时报》报道 第三届由欧盟举办的印太部长级论坛 于当地时间2月2号在布鲁塞尔举行 比较奇葩的是 这场由欧盟举办的印太部长级论坛 却没有中美英等大国参与 英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 没有被邀请参加此次印太部长级论坛 还算情有可原 但是中国和美国作为印太地区最主要的两个大国 却没有被欧盟邀请参与其举办的印太部长级论坛 多少有点令人疑惑 那么 欧盟自己主办印太部长级论坛 却不邀请中美这两个印太地区最主要的大国参加 向外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 关于这个问题 可以从主动和被动两个角度来分析 首先从主动的角度来讲 欧盟之所以不邀请中国和美国参加他们举办的印太部长级论坛 就是主动的想要把自己塑造成为大国博弈之下的第三级力量 当然 这只是欧盟自身的想法 至于这种想法能不能成真 还是一个未知数 现在 欧盟虽然没有直接地卷入到中美博弈之中 但是 欧盟跟美国在事实上的盟友关系并没有破裂 如今 欧盟想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独立于美国之外的第三方力量 但回避不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欧美在很多利益上 立场是一致的 欧美之间的关系 不仅仅是外交上的 更是经济上的 说白了 欧美就是凭借其先发优势 垄断全球的资本和技术 限制全球发展中国家发展 以此来维护自己的超然地位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现在美国所采取的一些针对中小国家的打压政策 欧盟也是支持的 既然欧盟没有办法真正实现独立 也没办法跟亚太地区的广大中小国家实现利益趋同 那么 他们强行想要把自己打造成为世界第三级力量的想法 自然就不太可能变成现实 其次 从被动的角度上来讲 现在欧盟之所以举办印太部长集论坛 却不邀请中美参加 实际上也是受到中美博弈计划的影响 甚至一定程度上说 是欧美分歧越来越明显的结果 在2023年第二届欧盟主导举办的印太部长集论坛上 华盛顿还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参加 但今年美国也被欧盟排除在外 这实际上就说明欧盟不是不想邀请美国 而是无法邀请美国参加 逻辑非常简单 现在中美博弈如此激烈 印太地区的中小国家都很清楚欧美是盟友关系 这个时候 如果欧盟举办印太部长集论坛 仅仅邀请美国 而不邀请中国 却想让其他家 接受自己是秉持客观和中立的立场 那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了 用通俗一点话来解释 就是欧盟这个时候 刻意不邀请美国参加此次印太部长集论坛 实际上是为了避嫌 另一方面 欧盟实际上也是不想表现的太过反华 而被美国利用 媒体在报道此事时 援引一名欧盟官员的话表示 欧盟希望与太平洋岛国 东非和亚洲各国建立联系 但不想表现出反华的姿态 这实际上也是中美博弈计划的结果 因为美国正在竭尽全力地试图拉拢欧盟一起来对付中国 在这个过程之中 中欧关系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影响 如果欧盟在这个时候举办印太部长集论坛 让美国参加而不邀请中国的话 那实际上就会影响到中欧关系 而欧盟并不愿意因此影响到中欧之间的正常关系 因此 刻意地把中美都排除在外了 毫无疑问 现在欧盟举办印太部长集论坛 实际上也是想要把自己的触角伸展到印太地区来 毕竟眼下全球经济中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 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了 在这个过程之中 欧盟作为事实上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如果能够团结起来 本身应该是很有话语权的 但是由于他们是一个联盟 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其内部的利益分歧注定很多 比如英美在亚洲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欧盟却分不到好处 现在 欧盟试图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 以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身份 介入到亚太地区的事务中来 就是在全球多极化格局日趋明显的背景下 为自己争夺利益的表现 当然 从印太地区的角度来看 欧盟作为域外势力 想要跟印太地区国家打交道 做生意 这是正常的 也应该鼓励 但是 如果欧盟想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中美之外的第三级 并且寻求以这种身份影响印太地区事务的话 那就有点不地道了 说白了 如果欧盟想要的是正常贸易往来 完全没有必要避开中国和美国 现在欧盟特意把中美排除在外 这就说明 他们欧盟想要借助中美博弈的机会 加速在印太地区扩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而对于本就因为中美博弈激烈呈现出犬牙交错外交状态的印太地区来说 一股新的力量深度地介入本地区事务 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它会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从这个意义上说 作为域外势力 欧盟的确不应该在印太地区搅动更多的矛盾了 在印太地区搅动更多的矛盾